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秋收走入东藏 马大爷最挂心的玉米 志工全放在心上 没钱添购机器 也为了保持胚芽的完好 好几百斤的玉米粒 全手工剥下 马大爷还得用三轮车再去磨成粉 来回将近二十公里路 整个冬天一家都为了玉米忙活 今天收成特别开心 加工后的玉米面粉 装进慈激志工精心准备的环保小布袋 每个都独一无二写上好话 不止志工们争相认购 还有好心的十月家帮一把 你们老总呢 说那天看到这个汤家闺女 在马路边啊 还亮着那个打的闪 还是堪的玉米 所以说我们贵子的老总说 这样吧 今年要五百斤 给人帮帮帮帮帮 数钞票完全踏实 就是酒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们都一来啊 我这日子一时无头 帮着我过好日子了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马大爷准备用这笔钱 半年货攒点积蓄 剩余的还能走清房友 在滴水成冰的腊巴 这里化冰为暖 待新闻真善美志工 王云秀北京报道